大家現在都談到說 對待鄭文燦這樣的一個手段 超乎過去想像的嚴厲 現在不但是說 我直接把七年前的案子 我把你死案夥伴 死案夥伴 我非常清楚的點出 你收了500萬 收了500萬 雖然你退回去 那還是構成了一個 貪污治罪的一個條例 如果一般來講 你放到這個程度 鄭文燦的政治生命 已經告終了 甚至你用1200萬的交保 在院檢莊方都說 他涉案的嫌疑重大 他已經不可能有 未來任何政治前途 可是即使到這樣子 我還不放過你 我一定要把你收押禁欠 就算桃園地院 如何富裕完抗 我都把你給硬壓去 壓得你兵敗如三道 甚至到了監獄裡面 我都不讓你好過 那為什麼要做得如此決決 剛剛講到 現在我就是台階尬告 台階尬告 我其實有個氣氛就是 我要先說一個氣氛 今天鄭文燦是誰的最愛 是蔡英文的最愛 他跟蔡英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如果鄭文燦你都保護不了他 你蔡英文還能夠保護別人嗎 也就是如果你蔡英文 不能保護任何的話 你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還有你的實質影響力嗎 那所以鄭文燦 這是一個啟政報 可是鄭文燦這個啟政報 才剛剛開始 今天農業部長陳俊靖 居然遵講 現在檢調已經在查了 在查超司 現在不但是立法院立案要調查 現在連檢調都在調查 那這個案子不是也不是講嗎 那是好由自己制導 自己也好由胡說八道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現在檢調的時候 已經開始查下去 這個查下去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難道現在 我要全面地去刨除 這個英系的實質影響力 這才是最終的目的嗎 好 雨萱 剛剛講的是 今天大家都沒有想到說 民進黨昨天 愤而離席 讓民進民眾黨跟國民黨 成立了一個什麼 雞蛋調查小組 雞蛋調查小組之後 農業部長陳俊靖就講 檢調竟然已經在查了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地方的 檢查單位在查 包括監察院也在查 現在農業部是近代 監察院跟檢調單位 司法單位的調查 代表又有一個腥風邪雨 三雨欲來的味道 那你說只有到這裡嗎 沒有 更可怕的是 現在連光電都放手了 寶大哥 我們一直在講 鄭文燦是一個起身砲 但這個不夠精準 因為現在發現 鄭文燦這個叫做連環砲 連環砲 他只是一個賴清的油門 要繼續踩下去 根本沒有要給你QK 沒有要給你停止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當鄭文燦這個案子 辦到這邊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不對 因為在立法院包括我們講的 包括檢調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雞蛋有沒有要去查下去 有 雞蛋要查下去 再第二個 就在今天最新的發展 就連光電都要設立 莊案小組 但是 也就我們昨天講過 在選霸法 降低這個標準的時候 民進黨這四個委員會的人 齊聚 四個委員會又幹嘛 霸占主席他 半夜去偷開鑰匙 用所有的力量 我要阻擋他的這個發生 阻擋他的過關 可是 對於這個超私雞蛋的問題 民進黨就 我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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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高歌離席 我就不管了 這兩個強項對比 就代表說 今天這個雞蛋 我是本來講的雞蛋 就是要讓你民眾黨 跟讓你國民黨 繼續查下去 代表 我是開綠燈了 保雷哥這叫做借刀殺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理論上來講 民進黨想擋 請問哪一個案子擋不下來 每一個案子都被他擋下來了 連改革戶法都被他弄得 亂七八糟 搞了幾十天再搞下來 其實我沒有想到 欸 莊案小組 說讓你過就讓你過 連光電小組 說讓你過就讓你過 光電也過了 光電也肯定會過吧 我跟你講因為他現在是五二一次會 在下個禮拜呢 就是十六號 光電已經排進去 而且民進黨已經簽了一份聲明說 我絕對不會鬧事 我不會鬧場 那不會鬧事 不會鬧場 你不就是讓國民黨開綠燈嗎 民進黨簽約說不鬧事了 可見民簽約 所以各位 現在要開啟幹什麼 借刀殺人 要殺總要有對象吧 終於聽懂了 賴清德總統 一直在跟我們講說 洗敵人心 原來這個洗敵人心 是要開啟一個大洗敵時代 而這個時代 是要把蔡英文的音隙 完全從民進黨裡面徹底抹去 有這麼狠嗎 當然這麼狠嗎 因為我們實際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陳俊興講說什麼話 各位 以前農業部你講說超市雞蛋 我們關鍵討論那麼多次 他跟你講說什麼 他說 沒有 絕對沒有查無不法 絕對是沒有這種的 不是 藉由是好油自導自演 藉由自演的 結果你看陳俊興現在改口了 不是喔 他說什麼 檢調已經在查了 監察雲也在查了 我們是靜候調查 那如果有任何一個弊端 農業部絕不寬帶 你等於是完全講說 我絕對不提前朝不擔保證了嘛 絕不寬帶都出來了 而且真的假的 在這個雞蛋裡面 最怪的就是超市 超市是一個 這個50萬的資本額 然後呢你可以去做很多的生意 這中間太不合大家的商業邏輯 結果搞了半天不是只有超市 前面還有一個量財 先約的是量財 拿錢的是超市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情 結果大家就問那超市跟量財呢 結果陳俊進也 前俊進也講 這個關係要去釐清 相關的釐清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 是檢調單位來查什麼 查超市跟量財 那問題在這啊 之前沒有人要你查 是你自己要查的 如果你不查 你裝沒事也就過了 那你要查 你要幹嘛 保麗哥請問一下 量財這個名詞 是從誰口中講出 是誰時間用提供這個資訊的 就現在呢 農業部長陳俊進嘛 你如果以前的陳俊進 絕對跟你講說一切合法合規 一切財務部法 怎麼可能有這樣 而且各位啊 不只是陳俊進 現在連大頭都出來講話了 我們的行政院長 卓龍泰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大家正在討論到超市跟量財 哇這四個字可中了 引以為戒 他說 而且要慎選合作對象 要看是否有履約能力 這句話很狠欸 為什麼 因為請問一下 我們難道雞蛋沒有買進來嗎 那時候大家都說有啊 雞蛋還是買進來了啊 超市也是買進來了啊 因為大家請說 你一個五十萬的公司 你怎麼可能做幾億的生意 做幾億的生意 你如果中間出問題了 你怎麼履約 我怎麼跟你究責 結果他現在講 唉唷 我現在會慎選 看你有沒有履約能力 就代表 你當時的五十萬是有問題的 超市跟量財大有問題 這就是卓龍泰他的白話文 而且不只是這樣 你想想看喔 現在這個雞蛋們 一路往下殺 會殺到誰 當時所有的合約 跟整個買賣過程當中 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 來 就是他 林沖賢 中央戲場會 你就說 雨萱 不要錯亂啊 可是林沖賢不是新潮流的嗎 對啊 保證表 新潮流怎麼會去打自己人 打自己人 難道跟周文泰一樣 錯了 為什麼 林沖賢最早原本是新潮流 沒有錯 但不好意思喔 他是在宜蘭生根那個時候 長達一段期間之後 獲得誰的後愛 其實上是 蔡英文總統的後愛 他是蔡英文提拔的 你知道為什麼 他獲得蔡英文提拔嗎 因為當時他是辦了 所謂的童萬節 那時候他們講說 哇 竟然把宜蘭人 給光復了 因為我各位 小弟本人就是宜蘭人 所以林沖賢那時候 擔任之後 剛好黨主席是誰 那時候是誰在划書 蔡英文總統啊 所以那時候蔡英文總統 因此跟他結緣了吧 所以他後來變成什麼 一路都一直支持蔡英文 有關鍵什麼時候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 是不是順利當選總統 結果林沖賢果不其然 就成為入閣的大熱門人選 而且那時候還成為 農業部的前身農委會的主委 而且甚至到了2019年 所以他當農委會的主委 是蔡英文提拔的 當然 因為他們從09年結緣 給他光復宜蘭之後 到了16年 蔡英文馬上把他提拔 變成自己的農業部主委嘛 所以根本你在這個脈絡之下 你就想他如果是新潮流 怎麼蔡英文這麼疼愛他 而且到後來他有沒有投桃報李 有 因為19年代還記不記得 蔡賴之爭的時候 蔡賴之爭 蔡賴之爭 那打得落入途 請問一下林沖賢站在誰那邊 他在哪裡 他站在蔡英文那邊 真假的 甚至在整個我們講 殺了興風邪雨之後 林沖賢不好意思 我擔任我們講宜蘭縣 蔡英文的總部主委 這就已經投名狀了嘛 而且宜蘭縣有另外一個人是誰 真正的新潮流是誰 陳經德 那陳經德那時候反而幹嘛 他是全台灣信賴之友會的華蘇 所以兩邊已經壁壘分明嘛 林沖賢已經從新潮流 叛變成蔡英文的人 那不就跟蔡文蔡一樣 對嘛 所以我們講為什麼要專挑 這個我們講雞蛋們來殺 興天賴興德殺的 通通都是 我跟你講 攘外先安內 安內先打自己人 而且 叛徒是第一個要殺的 對 因為民進黨最討厭一種人 叫做叛將 而你仔細看 賴興德所挑選的名單 一個一個系數過來 都有他的邏輯性 鄭文燦原本新潮流的龍頭 叛將變成小英的愛將 而林沖賢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他也是在當初 蔡賴之聲裡面 現在賴興德一個一個點名 你們這些 當初背叛我的人 我一個絕對都不會放過你們 所以才會說 我超市就讓你查下去 如果超市查下去的話 誒 陳其中還不一定有問題 但林沖賢就跑不掉了 對 而且你知道更可怕是什麼嗎 我們是不是講的還有另外一個案件 叫做光電案 各位你知道 台南我們講這整個光電案 現在是不是也要伸走查下去 因為立法院現在有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他們總共要排了 無數個案子 總共四十幾個案子要排進去 但理論上來講 按照過去民進黨的邏輯 是不是會抗爭到底 結果不是你看一下 今天柯建民簽了一個什麼聲明 他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院會了 12號到16號 我會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這個會在程序爭列議案 照民進黨國民黨團的議案 順序來處理 而且他說我們會按照這個遵守議事規定 維持議事秩序 不會阻擾主持會議 所以換言之寶 他什麼意思 我不會打架 我也不會鬧事 我就跟你比人頭 反正我們就好好的投票 他比人頭不就沒了嗎 那就認輸了嘛 你仔細看一下這個簽名是誰 柯建民 直接簽來這邊 柯建民原本打死都不簽這個簽名 而且你仔細看喔 所以我7月12號到7月16號 會遵守議事規定 維持議會議事秩序 不干擾主席主持會議 瓜哥你知道這裡面有什麼案子嗎 我跟你講選罷法 現在也惡毒通關 民進黨也沒黨 包括先前軍公教 我們講的年改的 這所謂所得替代力增加 他也沒黨 NCC法案也沒黨 廣電也沒黨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心理戰場了嗎 因為裡面帶有一條非常重要 至關重要的一個意見 這個要通過的是什麼 就是光電專案小組 卻連光電專案小組都沒談 你說欸 宇萱 可是那跟黃偉哲有什麼關係 瓜哥 黃偉哲 林充賢 鄭文燦 這三個人有什麼共同點 共什麼共同點 都是背叛賴清德的人嘛 黃偉哲原本也是台南 我們講賴清德的愛將嘛 所以他才會接掌他的一波 因為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黃偉哲當時是孤鳥 他並不在黨內 沒有那個派系 他唯一仰上的就是說 賴清德作為他的支持 所以他才有辦法擔任台南市長嘛 結果後來黃偉哲投入誰的懷抱 蔡英文的懷抱嘛 所以你仔細看 從光電案 而且現在一刀一刀殺 包括我們講這個林世傑的案件 為什麼檢調突然間變得 如此的迅速 這個人原本大家還想說 啊 桌湯要跑掉了 肉不中啊 結果沒想到口罩男 沒多久之後 馬上羈押到 你再回顧到說 現在整個賴清德 曾經在台南講說什麼 市長站起來 理會站起來 議員站起來 全部都站起來 所以代表他要幹嘛 反正你只要跟英系有關 我先從叛徒開始掃起 我要把你這些人一鍋端 一刀一刀一刀 把你英系的肉 手臂 臂膀 腳 全部割下來 現在他真的還要證明一件事情 誰才是老大 各位我們那時候 是不是在討論說 哎呀 到底鄭文贊 你說這個總統府用簽 之前不是講嗎 你現在鄭文贊的這個案子 你是一個桃園地方的事務 桃園地方的事務 你如果沒有中央的支持 你怎麼可能過得了怪 所以我就看到有人就提出說 這個沒有喔 這個人立可通天 他跑到了總統府 他跑到了行政院 他都去打通關節了 結果就出現了這個總統府用簽 總統府用簽誰是吳釗憲 而且吳釗憲就講說 吳兄關心國家產業發展支持 然後他說 總統特別嘱咐 代父致義並升陷 等於說 這是總統叫我發的 總統致為這個重視 而且本府已經喊起行政院處理了 我把你總統府拉下來 我把你蔡英文拉下來 還有關鍵在吳釗憲 保留哥 先前我們大家一直在講 賴清德上任之後 最大的隱憂 以及最大的陰影 就是大家一直在講說 哎呀蔡英文 絕對持續掌管這個國防外交系統 因為美國只信任蔡英文 不信任你賴清德 你賴清德有這個獨派立場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你看人事的任命上 包括從顧力雄到吳釗憲 真的到蕭美行 這個我們講的都是陰系的人馬 也就是國防外交兩岸 這本來是總統職權 他說 現在誰在話書 現在蔡英文在話書 現在美國相信誰 相信蔡英文 那你吃賴清德於何地 對嘛 所以賴清德有反應了 收了反應 明明這件事情 不用上岡到這個地步 就是說華亞科學園區 到底總統府有沒有去介入 結果你看喔 他直接 把這個用籤給丟出來 這個用籤講的是什麼 第一個 蔡英文確實是有關注這個案件 而且非常重視 這等於現在蔡英文嘛 你蔡英文去重視一個 已經被羈押的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貪污犯所關注的一個案件 請問一下這難不難看 不是而且這個總統府救援 誰可以拿得到啊 對啊嘛 你如果說各位 因為吳釗憲現在的身分也是一樣 他一樣是 國安會秘書長 國安會秘書長是什麼 高官 所以代表說連吳釗憲本人 也擋不下來 這在宣告一件事情 我要洗臉蔡英文 就洗臉蔡英文 吳釗憲 這的人全部都會聽我的 如果我不要跟他站出來 我要給他洗臉 我賴清德說了算 國安系統 外交系統 一樣掌握在我手上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談說 現在的老大還是蔡英文 因為現在真正的駐字 只有一個人叫做賴清德 浩世 劉改 這都聞到那個 血流程和血腥味的一個味道 第一個講到 文燦啦 文燦啦 在民進黨內 扮演多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跟蔡英文的關係 這麼樣的齁 就說說台就台 說拎就拎 說拐就拐 現在拐起來 拐起來了 這麼恐怖 如果是這樣 走在說什麼 還出來說 檢調單位已經在查超市 在查這個彈了 查彈了以後 光電也要查 就你說查彈 查光電 那都跟陰性有關係 這要查 是國民黨和民眾黨合作的 所以 我選擇這國人 誰說的 怕這個機 正確 如果做我是他 我怎麼會這樣走 他一直來 那棒手讓你來查 沒有啦 他現在先做 台文才的人頭來應 再來做 仔雅棟的刀來應 現在 生本 又不用了工 這麼厲害 台文才的頭 對 仔雅棟的刀 來 我問你 林聰賢 有安排位置給他嗎 沒有 我 我說的 林聰賢 電文餐 修的這裡 兩千塊都比我們更清楚 離空 一千年 九月齊八 他來集結 他在八月底 九月齊 他就已經在台南 都公開說了 他要解決五缺的事情 所以 那個時候 九月分 我們的電文餐 他就開始去工修了 修了後 現在你說炸雅棟 是怎麼放給你們炸 光電是怎麼放給你們炸 真的放啊 晚上就晚上不睡 才可以給你炸 對啊 現在來就開始 這叫做 渡減要渡看看 生立後 是不是要發文去調資料 要 那文發出 看有資料回來沒有 有資料回來沒有 記我所知 這三年多來 這三年多來 夏青町都有跟他身族 台南的立法委員 他身族的 交代光電不貪物 光電不貪物 是 這個 這開始建置 整個太陽能光電開始建置 包括金融開率當時 有在做行政圖對不對 有 有啊 它是配合啊 沒辦法 所以那個 擺算之後 一天月 就死了 一天月十四就死了 2019年 一天月十四就死了 立委補算之後 三月十八 他挑戰創人 所以那段中間 他就已經交代身族邊的人 光電不貪物 這樣聽有沒有 他知道那裡面 空頭很多 是 所以他為什麼說 郭哉清我沒有認識 路照的案件是 他你在做市長的時候 你說不認識 我怎麼準做不認識 對不對 那是因為他的好朋友 他的文書 我還要穿到的文書 不先挑戰 做主委的時候 請郭哉清來做財務長 你說你不認識 但是那間公司 你跟他吹酒 他也說得很好聽喔 我們把他廢掉啦 但是你吹酒 你有差嗎 沒有差 那個剛才 道理就對了 二十一約 好像六少 那是這個檢察官 丹志明的起訴 他去黑 黑黑的說裡面 包括在 他們的蘇林地 下面大家的頂頭起工廠 全部賣離 去賣到那個工廠的人 你看我現在有摸摸摸 台北還是蘿蘇的酒 對 鑑賣一座高幽地 他也是檢察官 把他喊到他幾年 幾年八月以前要清掉 夠準了阿伯 所以這裡都熱清掉 都一清二楚 所以為什麼我會把他學勒 有問題要面對 面對要解決 所以就在那裡 我沒差 你去台 台光電 台機能 這些人我很早就見 不可以摸 你不聽我多少千塊的話 我已經跟你說萬別 你再去摸了 我跟你講中條 剛好而已 你中條 千塊還是不會救你的 放心啦 他不會幫你救 他不怕說 這個對民進黨的形象很傷 要不要 民進黨的形象本來就不好了 本來就不好了 一 賴清德是定調 2022年敗選 他說兩句話 說什麼 敗選最大原因 第一個論文 第二個黑金 你若是他現在比較要台大 台文餐喔 不是 這兩個跟台文餐都有關係 論文跟黑金 那時候就給你頂 因為你號稱大阿哥 還想要接班 那時候就給你定調 論文跟黑金 你會記得嗎 你再想看嗎 我有聲調 我記得了 他就是這樣定調 所以他要穿這個現象 基本上 是因為他的支持度是超越民進黨 民進黨是小於賴清德 為什麼 因為這八年做的民願 他2019年出來挑戰 但是因為民間對民進黨執政不滿 很多的 所以他比較挑戰蔡英文 對 所以我那時候 蔡英文才20%而已 我那時候反對 我說什麼人都可以挑戰 人家讓你做行政 你不能挑戰嘛 他做得不好 是你的證明 三年十個月 你人家做要兩年 那時候兩年十個月而已 兩年十個月 他出來挑戰的時候 2019年3月18號 等於執政才兩年十個月 兩年十個月 你就幹了一年十個月 你出來挑戰蔡英文 有道理嗎 是不得理嘛 所以挑戰到最後要漏氣 漏氣之後 那時候就是 他就已經認為 他只能救民進黨 他在台南市第一次 破紀錄就是第60% 2010年60% 對上郭天才6比4 2014年連任達到高峰 72% 所以他變成行啊 他變成行 然後他不進議會232天 他感覺我挾著民意 我違反民主的ABC 在所不息 結果呢 起來跟我們立國 立國之後 他一定認為說他大贏民進黨 民進黨已經讓民間萬元輸掉 他幫民進黨撐著 這次只選到40% 我跟他說 你如果他會檢討自己嗎 不會 不會 他會說好價錢 如果不是我輸掉了 是剛才因為我 所以阿哥可以勉強 購主40% 所以現在被抬下去了 這是他的盲點 他現在只有對台來的 我會說我們要寫王來 你知道嗎 王來寫下去 你怎麼會去賭 王來頭是爹的 王來尾是爽的 這樣對王來頭 你才會去吃 你知道嗎 所以這整個案件 大家都想說 兩千塊很不正 他不是 因為他做過那一年 我的 行政醫院 其實一陣 他就已經 抗很多ABC的檔案了 所有爛東西 他都知道了 知道 所以 不然他不會去警告 他身邊的人說 什麼不坦白 你聽到嗎 是喔 現在有人翻出來 新新聞 在2019年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 當時就是代表了 整個賴戲跟音戲 對決那個氣氛 對決那個氣氛 剛剛講 當時 賴清德要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人 是引領著北流來反對 那個人竟然是鄭文燦 事實上2018年 當時的這個事情來說 當時 蔡英文總統在這個 大選中間落敗 他當時真的是 勢力非常微弱 很多人不是說 勸他不要出來 連任嗎 就是台獨大 很多人都這樣說嘛 對不對 好不好 當時的時候 就賴清德出來挑戰他 那賴清德出來挑戰他 我相信 當時應該有跟很多人 或是說 已經有一些力量 在集結中要挑戰他 可是你知道嗎 實際上 以蔡英文總統 當時的民調 或是當時的氛圍 賴清德 的確是很有可能 可以贏他的 可是問題是 有一個人出來挺 蔡英文總統 那個人是誰呢 那個人就是鄭文燦 鄭文燦擋住了 對 為什麼是鄭文燦 保健 你看回去 當時的這個畫面 當時的時候 民進黨是 六都裡面來說 敗道只剩下兩都 對 只有一個是桃園 另外一個是台南 連高雄都丟掉了 所以這時候 鄭文燦的態度 非常重要 他是有份量的 鄭文燦只要說 好 我願意站在 賴清德這一邊的時候 保健你覺得 那時候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就倒了 可能就倒了 你地方大員 可能都完全會起來挺 會起來挺 所謂賴清德的時候 可能那個局勢 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 你民調低 你在地方的首長來說話 鄭文燦如果真的 你可以試想 當時如果鄭文燦真的 倒到賴清德這一邊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 氛圍會是怎樣的局面 對 可是鄭文燦沒有 他說在這個初選的階段 要黨內分析 我想我會很憂心 不過我想登記 未來更大的職位 能夠坐下來 把這個問題好好的解決嘛 他就是開始拖釋緩責緣 然後就是賴清德就被拖垮了 對 原本的民調領先 到最後是民調輸掉 而且還改變了非常多 的黨內的規則嘛 所以你看當時的時候 你看如果你是賴清德的話 當年的這件事情來說 我照理說我出來挑戰 你應該站在我這邊啊 就沒有 你反而是去挺這個 蔡英文總統 然後導致你看賴清德 這個要求他的網軍 這個我們都知道 然後淋著雨這樣 在全台這樣 尤其是台北市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那次的挫敗 對賴清德來說 他絕對會記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想說賴清德這個人 他是恩怨分明有仇必報 這兩個人我講 最近又翻出了一個舊的報導 這個也寫過我 寫了我一個非常大的困惑 就是彭啟明 我是覺得彭啟明 跟政治的關係沒有很連結 那為什麼今天在內閣改組的時候 非常快速就變成了環境部的部長 對 結果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在2019年當時不是跑到了所謂的台南的台北辦公室 大家有一個新潮流的集結 當然這個集結就是賴清德 要去對付蔡英文 結果中間有一個人 竟然是彭啟明 對 也就是說 站在我的旁邊 對 最後就給你大位回報 當然是這個樣子 你要當這個領導人來說 有功於你的 你絕對要重用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周刊不是有去拍嗎 拍到說 他用這個台南的辦公室 然後在這邊做這個競選的活動 那當時來說 有幾個人被拍到 就是彭啟明 彭啟明現在不是環境部部長嗎 很多人都說 他跟民進黨有冤言嗎 大家完全搞不清楚 原來你現在倒回去看 2019年的4月30號 就氣象達人彭啟明 也出入這個辦公室 對然後後來還包括說 像李俊逸啊 李俊逸那時候來說 你看他現在也擔任這個 擔任這個監察院的這個秘書長 對 還有劉釋放啊這些人 你看 現在內政部長 對吳思瑤啦 民進黨的這個中嘉賓啊 郭國文啊 這個林俊憲啊 對不對 這些人 現在每一個人都受到重用 所以告訴你什麼 賴清德這個人的個性就是 有恩我一定會報 那有仇慕 那我絕對更會報 觀察 今天有一個畫面 讓我看得有點嚇一跳 就是有一個老先生 坐在輪椅上 然後整個非常萎名 然後推進去 推進去之後 原來就是當年 在整個台塑集團裡面 除了王氏兄弟之外 他是全體一時 他說了算 對內對外都說了算 所以沒想到 這個已經變成了 一個茂蝶老人了 他現在已經88歲了 可是今天這個動作就是 我要繼續開基家庭 對這樣的人 我竟然還是要幫你收押 收押到台塑集團間 嚇死了 發一個公開的聲明說 這個已經退休的人員 跟我們台塑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 現在其實 大家都很疑惑一件事情 如果說整個案子 感覺上最高層 應該是鄭文燦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鄭文燦都壓了 怎麼還有必要再去 針對一個88歲的老人 進行相關的一個生壓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這個老人現在看起來 行動不變 顯然沒有逃亡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不是代表著 其實前方現在在意的是 這個老人有可能 進行所謂的串購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楊兆林他真的是 曾經全寢意識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的政商關係 是台塑集團 整個下面的一個 Undertable東西 其實都是 他是最重要的一個線頭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人家會認為 如果他這個部分 可以突破的話 也許會把對於偵辦案件 有更多的一個突破 可是已經也必須要考量一件事情 這個台塑集團的 這個曾經全寢意識的楊總 我們就叫他右賞 右賞他其實已經離開 台塑集團也十幾年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台塑集團今天 會火訴出那個曾經稿說 經過我們了解 整件事情跟我們 台塑集團無關 但你也可以看出來說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 政界感到恐懼 商界也感到恐懼 商界也很怕捲入這個漩渦 板上撇清關係 可是很多人看到的是 88歲的老人了 你的身體已經非常的慘弱了 你今天進到了監獄裡面 你能夠出得來嗎 是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現在裁定的結果是不宜居 而且說一句實在話 他這種情況進去 你把它羈押在那個監獄裡面 他如果真的生命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要怎麼樣去賠償人家 他身體真的不好嗎 他身體不好 而且其實他已經88歲 你知道嗎 當時台塑集團 這個王永靖 突然奏事在美國的時候 七人小組接班 七人小組除了四名王家二代之外 三個老陳他已經是唯一一個了 其他的也都已經離開了 在去年跟前年都相親離開 所以換句話說 跟著王永慶第一代老陳 都凋零了 他是錯過僅存的 但是他是王永慶的時代裡面 是負責對外跟對兩岸關係 一個最重要的窗口 他的政商關係 是尚可以到李登輝 甚至尚可以陪著王永慶去到對岸 去跟鄧小晴進行報告 報告901的海艙計畫 他是一個這樣子的 所以他身上有很多秘密 他身上有很多秘密 我的台塑集團第三本書 其實有一個缺角 就是希望他能補清 因為他有 我曾經有邀訪過他 但是他有跟我說 他說很多東西 他如果說出來的話 會動搖國本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他是不能說的一個秘密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你要知道 我剛剛我之前不是好幾次 我提過嗎 台塑集團在整個桃園 林口 龜山跟菜山 他是帝王 而在過去桃園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是藍營執政 大於綠營 那現在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一個所謂的9.5公頃的地 因為總共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個都台塑集團有可能 但台塑集團現在 非常斬釘決定跟你說 我們講話 不要再牽扯我們了 第二個情況 就是所謂的 退休的老成團購 那但是如果是 單純的退休老成團購的話 我有個疑問 這個東西可以上層到總統府嗎 對不對 所以就有可能 第三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是 這個地主裡面 可能政商都有 那所以如果政商都有的話 這個查下去 可能會牽扯的範圍就比較廣 而在這個所有的裡面 其實可能對檢方來講 楊兆林是一個 必須要突破的一個線頭 因為他有太多 因為所有的線頭 要打通所有的關節 他最清楚 是 可是寶傑哥在這裡 我也要提出一個質疑 你知道什麼質疑嗎 這個廖俊松 也就是我們這個 全案最主要的一個被告 這個廖俊松 他有兩家公司 一家公司叫華茂資源回收科技公司 一家叫宏泰市地重化公司 這兩家公司的公司登記 你知道都在哪裡嗎 這兩家公司的公司登記 都在文化二路176號 而這個文化二路176號 有的登記在二樓 有的登記在一樓 這個文化二路176號 現在的公司是叫華雅園區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那你知道華雅園區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現在的董事長是誰嗎 是台塞俊松總管理處的總經理林善志 所以我現在所有的疑惑點是 這個如果說他跟你們台塞俊松 真的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被告他兩家公司登記 都在你們台塞俊松集團裡面的公司裡面 好所以玉鵬 是 另外就講說 今天吃晚餐 剛剛講你1200萬 照理講你的政治生命已經沒有了 今天剛剛講的 你今天院檢雙方都已經說了 你涉案重大連500萬怎麼進去 用什麼袋子進去 都可都有 可是我非要把你收押境界不可 收押境界對他來講 已經是非常殘忍的事情了 可是剛剛講 進到裡面是四人關一間 剛剛講連陳志中都可以兩人關一間 我們看到有頭有臉的人進去 沒有人關 那麼跟四個人關的 你跟四個人關在一起 你跟四個人關在一起 你說恐怖的是什麼 裡面有一個是毒品犯 對 昨天來講的話 很快的時間呢 桃園監所就已經告訴大家說 他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了三個同房的育友 這三個人案情單純 可是今天過了一天 發現案情不單純啊 其中兩個是炸雞飯 炸雞飯就是這個車手 那這個東西來講 應該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暴力傾向 可是另外一個 醃毒飯那就很可怕 很可怕嗎 醃毒飯有兩種 一種呢是製造 一種是運輸的 那這種是重型飯 所以重型飯呢 不會跟新收的人 是關在一起的 那也不可能是案情單純的 另外一種就是 適用毒品的 適用毒品 我們跑新聞常常看到 你在這個派出所裡面 或是分局的卡龍裡面 這些人被抓回來之後 提 什麼叫提 就是你的階段症狀來了 就是你時間到了 但是你不能打 安非他命 不能打海洛伊 你不能吸K他命的時候 你的這個身體 你會不自覺的發抖 然後呢你會開始抖抖抖抖抖 你會去受不了之後呢 你會去撞那個卡龍的那個欄杆 有些我們都看到撞到那個 整個那個血流滿面 身體會失控 然後呢開始這種情況之後啊 你當然是不能理他嘛 然後他就開始流鼻涕 流眼淚 然後開始會有點這種 口吐白沫 那接下來之後呢 就是會大小便失禁 那你想想看 他竟然 東宮太子儲君大哥 竟然被關在四人房 我們知道說其實現在來講 操縮非常嚴重 可是不管是什麼情況之下 你難道挪一間 給他的空間都沒有嗎 當然可以吧 你可以吧 過去來講的話 至少陳志聰他也是兩人啊 邱毅 邱毅可是民進黨最討厭的 也是兩個人 也是兩人啊 但是邱毅跟他一樣 都塞給了他一個煙毒飯 塞給煙毒飯 會在什麼樣的狀況 你進去之後啊 你白天也不能睡 晚上也不能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這階段症狀 在提的時候啊 會開始哭啊 會開始鬧啊 然後呢你想想看 如果他真的是失禁的話 欸這種天氣 臭欸 這種天氣 台北桃園 今天都是大太陽 然後呢 他在裡面 尤其他是新收的 今天可能才開了卡片 所以昨天進去 是沒有開卡的喔 沒有開卡你就沒有零用金喔 沒有零用金 你就不能買小風扇喔 那個小風扇 就算聊勝於無好了 他是這樣子手拿著 然後你只能自己循環 他們很多人在說 你在家裡 你開冷氣有循環上 不是要上一下左右嗎 他在裡面明明是沒有冷氣 可是你必須要上自體循環 你至少可以感覺到 一點點的一個風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的情況之下 又有這個煙毒飯 煙毒飯如果真的是 有失禁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想想看 他不管他是貴委 兩任的這個桃園市長 前行政院的副院長 另外兩個如果不理他咧 另外兩個 他車手如果說 欸我學長欸 我先進來的 那誰要收拾那些東西 所以我要整理 你就把你跟煙毒飯放在一起 對不管他不會逼你去整理 但是你不整理的話 其實你也受不了 因為那種味道 然後呢你知道嗎 旁邊的人 你說鼻涕眼淚流 然後呢口吐白沫還大小便濕 對然後呢你這個味道 如果出去的話 他們以前有講過一個禮語 樹葉有專攻 聞到就先中 怎麼意思 就是說你這不能讓其他的那個聞到 如果其他的人聞到 那就就開始鬧球 那時候球形不穩定的話 非常的麻煩 所以一個鄭文燦 竟然會受到這種待遇 實在難以想像 現在很清楚的是 我已經對於鄭文燦動手了 我動手之後看什麼 但我也動手 光電我也動手了 可是我覺得 你不可能只動自己人 你自己動自己人 好像錯都在你身上 我一定要用這個機器 我要開始打藍的 我要開始打白的 你說現在其實江湖已經傳言了 整個台北震災已經開始瘋傳了 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雖然嘴巴講述 我沒有做錯事 我沒有什麼好怕的 但真的怕了 本來我跟你講 柯文哲現在如果看到饅頭 賣茶類的 他可能都會勃然大怒 情緒不太穩定 他都會驚慌失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柯文哲現在遇到一個狀況 當時喔 你說我們外面大陣批判啊 說柯文哲要被抓 柯文哲要被抓 柯文哲要被抓 他會不會怕 我跟你講他都聽聽而已 但有一個人講話他絕對會怕 你知道是誰嗎 誰 林俊仙 賴清人的大弟子嘛 你這小老闆 林俊仙說什麼 林俊仙在節目上直接說 北檢不應該啊 柯文哲案件 有罪就有罪 沒罪就沒罪 你趕快起訴 不能不起訴吧 拖拖拉拉拉在幹什麼 林俊仙喊話了 對嘛 所以柯文哲絕對會不會怕 怕死了 而且北檢現在是王俊麗在負責 王俊麗之前就被認為 你在桃園有放水之嫌 王俊麗是戴罪之聲啊 他也只有江公贖罪這條路 那他江公贖罪這個辦法 就是辦柯文哲嘛 所以你仔細看柯文哲今天講話 這個非常反常 以前喔 他第一天去講鄭文燦講說什麼 他說還要跟你講 我早就聽到地方 一堆傳聞 好啦好啦沒有啦 交給司法審判 他說鄭文燦的傳聞很多 這最糟糕耶 鄭文燦傳聞很多 鄭文燦你棒打落水狗嘛 人家已經躺在地上 你還沒事情去給他踹一腳 做什麼事情 結果你看今天他講說什麼 說啊主席主席 這個是素湯還是政治鬥爭呢 理論上以前柯文哲 他會做什麼性格 他說拜託內鬥啦 宮廷劇看太多了 他現在講宮廷劇現在演到 賴清德對柯文哲 你看他現在講什麼 進入到司法程序了 不然怎麼辦 這晚上call in節目 要去討論的 不是我的工作 不講了 所以你柯文哲前幾天在 call in節目嗎 還是call out節目 奇怪 幾天前你評論 為什麼你現在評不評論 保留給我跟妳講 他現在亂糟糟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7月24號 你知道誰要被宣判嗎 高鴻安 那你知道柯文哲 我跟你講他現在裡外不是人 請問一下高鴻安如果判刑有罪 柯文哲是要支持還是要反對 他不知道 我跟你講他已經傳出那部消息 柯文哲說他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高鴻安的判決 因為如果好判刑有罪 你說我提告 得好你剛好黑五元 對 我抓起來你一起殺了嘛 不是本來對高鴻安這個判決 我也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可是你今天看到了 鄭文燦 答案都有了吧 最可怕的不是說會進入官司 也不是說羈押嘛 是柯文哲想說 那我之後是不是也要跟四個人 住在一起 裡面也會有 搞不好五個 而且兩個菸毒犯 對對對 人家只有一個菸毒犯 我三個的菸毒犯 我被他們關在一起 我人知道怎麼過 因為各位不要忘了 柯文哲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好學生 他從小到大沒有遇過什麼壞事情 沒有遇過那種江湖走跳 鄭文燦他是不是至少江湖 樂歷非常豐富 什麼無塞的黑的白的好朋友都也有 他是有見識的人 柯文哲有嗎 沒有嗎 沒有他就每天就窩在那邊 全部漂漂亮亮的年輕好朋友 然後窩在裡面 根本沒有辦法承受嘛 鄭文燦人家訪問的時候說什麼 說我們調查之後發現鄭文燦的心情很平靜 你覺得柯文哲心情會平靜嗎 不平靜嗎 他嚇了都嚇死了 所以你知道現在最可怕的是什麼 鄭文燦當時是因為LINE 是因為通訊 是因為串供成為羈押的鐵證 可是柯文哲如果現在在這一段期間 也犯了同樣的傻事 這時候你就不要怪 為什麼自己也會被羈押起來 所以現在這個氣氛是在整個突破 然後現在聞到那個風的味道 已經雲飄到了柯文哲的頭上了 那麼柯文哲因為現在有幾個 包括台北市議員 不分藍綠對他在當市長的時候 幾個Case都有意見 其中最起人疑鬥的是金華城 那金華城的這個業者部分 我一向對業者比較不苛求 業者本身將本就利 所以我想要拿到更高的這個容積率 這對因為我本來就想要拿到更高的容積率 我560%想要拿到這個所謂的800%多 這是業者的這個主張 將本求利 對 因為這是業者 所以我不會去苛求金華城的業者 但問題是業者可以做這樣要求 你市政府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一個配合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讓他拿到860%的這個容積率 他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叫 與法無懼 很簡單 我台北市政府在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 可以從這個等於拿到包括綠建築 包括什麼獎勵等等 包括什麼智慧都市任性城市移居城市 我現在講的這些都是非常空患的一個名詞 他可以患得的是什麼東西 是100億的代價 業者可以拿他可以要求多20%容積率 但是你市政府為什麼給他 你甚至而且我告訴你 只有台北市政府以來 只給了這麼一家這麼一個case 你知道嗎 那當然我也在強調 金華城也是業者 也是生意人 給人買管理 但是台北市政府為什麼你要配合 為什麼你要給他嘛 給多少 而且要五毛給一塊 金華城另外有去買容積率那30% 這合情合理啦 你有都更過就知道 有時候我們可以買其他的農地 其他的農機 其他的土地 來換容積率嘛 這是OK 這不違法 但問題是他要增加的這20% 是你台北市政府不應該給的嘛 因為剛剛講的什麼綠建築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然後移居城市 這什麼東西啊 沒有法律規定 而且我跟你講他還不是都更 金華城是拆掉自己的房子 重新蓋 所以他也不符合都更相關的條例 跟容積率增加的獎勵條例嘛 那請問一下 那時候的市長叫什麼名字 柯文哲啊 那你會講說 柯文哲他說 當時在疫情期間是經過什麼 有的沒有的都更 那個我不知道 現在就有檢調去辦 那麼寶傑你要記住一件事 大巨蛋當年在柯文哲 都要做起定委的時候 做過什麼事 柯文哲當第一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有個廉政委員會有沒有 就叫廉政委員去查嘛 查了半天什麼東西都沒查出來 張毅三他們這些廉政委員 就去沒有事情去查處理 去聽聽音樂去聽到 李淑德那一段 李淑德那一段 因為聽到了以後移送法辦 李淑德現在還在吃完事耶 起訴判刑好多年啊 那現在還沒有定業 還在互相打官司耶 你知道嗎 所以李淑德 並沒有說李淑德拿到錢喔 沒有喔 是懷疑李淑德是不是 徒利 徒利那個遠雄嘛 所以因為這樣而已 吃上官司 然後呢 就莫名其妙這個等於說 被判好幾年 被求刑好幾年 然後現在打官司 打到大了官 他也沒有拿到錢啊 那也不要忘記喔 另外跟台北市有關係的是 另外一個建案在新北市的新店嘛 有兩個市政府的官員 也沒有拿錢啊 但一樣後來被判刑啊 所以呢 事實上呢 柯文哲必須要 因為他是台北市長 只有他可以定決定 而柯文哲這個決定 柯文哲一向不是最財團 非常的刻薄跟苛刻嗎 拿刀叉屈人 對 不是說財團是拿刀叉吃人肉嗎 那你既然認定財團是拿刀叉吃人肉 你為什麼會平白無辜 就用幾個這些沒有與法無據的東西 就送他多達新台幣100億的價值 台北市的土地是寸土寸金 柯文哲蜘蛛必叫的人 他當市長的時候 連那個U-bike前半小時免費 他都不願意給台北市民你想想看嘛 所以呢 這裡面的這個千絲萬縷的關係啊 我覺得緊接著來檢調單位 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現在這個洋刀立威這支兜 已經放在柯P的向上人頭了嗎 這文哲收了之後 基本上黨權就定於一尊 沒人跟他條件啦 721的選舉就是定了 收了之後就是定了 那至於柯P呢 所以 憶老經濟連牙烏 怕像偏無對頭風 在這困難的時候 去剛才才安慶 尤其他的對手就是熱青鐵 這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個發篇 柯P跟柯友宜在那裡 藍白合不合合不合的時候 你知道嗎 竟然民進黨裡面有人認為說 這樣熱青鐵 不會掉了 因為藍白可能會合 對 所以跟他去做一個策略聯盟 去組成聯盟 認為賴清德不會喪惡 他要幹嘛 民進黨的人 我告訴你就是 廟後 什麼人 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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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灣的那兩大都市 齁 對 現在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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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賴清德 他是很沉沸 他會感到進去 進去 進去之後呢 這個黨權定義一尊 現在來就是 鳴清德 他不是這樣做 辦案件 幫你收 沒有 他在算 他在中間選民這邊 回流多少支持度 像國會改革無法 坦白講 藍本來可以多贏一點 沒有贏 民進黨也沒有贏 民眾黨也沒有贏 什麼人贏 六千頂贏 你沒在看 他贏 他有得分 現在再來 辦店文餐 他也得分 再來 要不要辦科批 就是看 整個辦了以後 柯拿到的票 是綠的占多少 藍的占多少 然後辦了以後 會怎麼回流 回流多少 到賴的身上 那這樣 柯批就是鄉德極小了 你如果拉得比較多 你就慘了 沒有 標準的 不用再約了 就是這樣 那會殺了吧 所以要看他做的民調 他 現在在做民調 他會去分析 他分析得很細 出手不出手 他不是阿伯出手 屬性你是有案在 對 那這個案 我是很 很容易的 會當順風撒倒窮 所以阿伯 現在阿伯真的出了蛋 而且這個風剛剛講的 已經不是只有綠營 現在對於賴清德來講 我只是把綠燈打開 我把綠燈打開 爭計四處 很多東西 就自己心風邪雨了 今天其實基本上政壇 大家如果是有卡到案子的 就最擔心就是襲擊而泣 然後呢 生日羈押 生日羈押 我覺得鄭文蔡是7月6號 生日那天被約談 那天就羈押 那 柯文哲是8月6號 那高華安更早 高華安在7月底 24號就要了 所以就是在哈爾必須要面臨 一波的這些 可能官司上面 大家能接受的想法就是說 那鄭文燦也倒了 柯文哲也沒了 2028就沒有人跟我選了 沒人是我的對手了 這個說法其實基本上 確實邏輯上是能通 但我要提出跟保傑哥講 其實基本上 賴清德他不會擔心 鄭文燦跟他選2028 怎麼可能呢 海基會的董事長 當了幾年以後 挑戰現任總統 基本上你也要像之前 像賴清德 當行政院院長之後 然後還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黨內的 縣市長選舉大敗 所以當年你記不記得 是因為民進黨的 縣市長選舉大敗以後 四大佬才看報紙說 蔡總統你不要選了吧 對不對 所以才有一個 行政院院長出來 挑戰黨內出選 關鍵是2026的縣市長選舉 所以其實賴清德 他現在看的 他將黨主席 他一定希望2026能選得好 所以當 與其你講說 他現在故意要弄死鄭文燦 應該是說 過去被監聽到 也拍到那個黑色的500萬的袋子 進到了鄭文燦官 又出來的2017年的當下 為什麼 檢調沒有很認真 很用力的偵辦 就這樣子而已就牽結了 這是當年的問題 所以回過頭來 現在沒有 等於就是 沒有任何限制 該辦就辦 但是壓了鄭文燦 都沒有限制 所以沒有限制的狀況之下 你就會看到 對鄭文燦 確實出手是非常重 還有2028 怎麼會擔心鄭文燦呢 不會擔心鄭文燦呢 那2028要擔心的是兩件事情 就是2026選不好 以及2026選不好之後 有一個跟他當年一樣 有黨內分量的人 那這個人應該是 地方有實力 民調高的諸侯 誰 不會是鄭文燦 誰 那照相看起來的話 當然就是陳其邁 那我現在不是要點名陳其邁 那我現在不是要點名陳其邁 叫他被查 陳其邁講說我還要把他 他現在嚇死了 我現在講這完全是 政治邏輯的分析 就是說如果 我不認為 反正我要先講清楚 因為大家有引述又錯誤 又有亂講 我不認為以現在目前的狀況 民進黨有人會來挑戰他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說 你說他趕快把黨內的鄭文燦 弄倒了然後怎麼樣 以保自己2028 我覺得這邏輯是錯的 應該是說當年怎麼樣 那個賴清德也管不了 因為那是蔡前總統的時代 那在如果之後 陳其邁2026年卸任以後 我剛講嘛 那個高雄如果他能夠保住 民進黨繼續執政 柯政如果沒有選上的話 還是民進黨選上的話 那他就會是地方 最有實力的諸侯 那就要看到 他到時候賴清德 是安排他要做什麼了 所以才有這個 是不是以後 他有可能當行政院長 那如果他當行政院長 他當然就不會去挑戰賴清德 只要賴清德的聲勢 沒有比現在更低崩盤 那他當然就穩穩的選 2028能不能選上是一回事啊 昨天為什麼會說 因為有一個關鍵證據 就在7月5號的時候 當時竟然有一個簡訊 是交給他的這個幕僚 失信的幕僚 失信的幕僚 還是告訴他說 現在檢方會對我有 什麼樣的一個偵訊 我要怎麼樣的答辯 我把我的答辯的內容 給你了以後 你再去通知其他的人 結果這個就Bingo了 你表示說 你現在這個時刻 你還在串貢 而且你的助理 還在幫你串貢 還在幫你這個所謂的溝通 結果現在出來是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他把手機交出來 而且他交了一個新手機 本來如果看到這個新聞我嚇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一 今天鄭文燦呢 會被羈押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也就是在7月5號的時候 LINE上透過他的私信助理 竟然跑去串貢 也就是說我偵訊的筆錄法官呢 可能會問什麼 檢察官可能會問什麼呢 我們通通把它整理完之後 一一的傳給各個被告 所以他被羈押嘛 但這個時間點是在哪裡 在7月5號 但不好意思就被人家發現 這一支手機竟然是新的 而且是全新辦的 代表他過去的LINE帳號 他們現在查到說6月9號以前 全部刪掉了 紀錄通通刪掉 保安哥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大重點嗎 代表鄭文燦一聽到要搜索之後 他把這個6月9號刪掉 那請問一下6月9號之前 所留存的紀錄 只有華雅科學院區是剛才的 當然不是 但會不會有跟其他派系有關 會不會有跟英系有關 會不會有其他案件會連環報 所以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嘛 等於是鄭文燦為什麼今天要被羈押 為什麼檢調一直講說 他有逃亡穿公司威律 因為他串的不一定是我們講的 華雅科學院區這個案件啊 因為還有未浮現的人 請問一下鄭文燦把這個手機刪掉 到底是不是為了要保護華雅科 還是要保護其他的案件 還是要保護其他未浮現的案件 當然未浮現的 當然是未浮現的嘛 各位所以這個最可怕在這邊罵 當他6月9號刪掉之後 他變成一個斷點 而且這到底是什麼 未來檢方真正要把它壓下去 積壓的一個重要的方向嘛 又不是只有你的LINE紀錄才會有的 檢調是不是七年前就開始監聽 對 檢調是不是最近這陣子還有掛線 還有監聽 包括連我們講的 他跟這個案情相關人 跟他妻子的對話都有了 所以這個反而會變成什麼 變成是落實他畏罪 而且鐵證如山的一個根據嘛 因為我如果監聽到這份資料 結果你在LINE上面 把紀錄全部都刪掉 刪掉了 那個是什麼 滅陣 最佳一等嘛 你知道康星文版面 只有一個意義是什麼嗎 證明鄭文燦 這個人畏罪嫌重大 再第二個 跟這些鄭文燦有聯繫的人說 你們小心了 因為就算紀錄刪掉 但我們的眼睛已經通通盯上你們了